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3号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理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 志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吴维华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五党派人士代表段文辉发言 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和五年发展成就 并提出意见建议 李克强说一直以来大家建言献策 促进了科学民主决策 去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我国发展取得新成就 经济运行受到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冲击 我们靠前实施既定政策 出台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 召开全国稳经济大盘会议 共同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 经济实现合力增长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00多万人 年末物价涨幅1.8% 这殊为不易 李克强说五年来各地各部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创新宏观调控 推进改革开放 深化减征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 保障和改善民生 经济实现年均5.2%的中高速增长 城镇新增就业 年均1270多万人 宏观调控不搞大水漫灌 支撑了稳物价 也要看到 经济平稳运行 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他说 我国经济运行去年底 起稳 今年初回升 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继续拓展经济回升态势 胡春华 刘鹤 石太峰 何立峰 魏凤和 王勇 王毅 萧杰 赵克志 邵红参加